上级课有的平台没发出去,先不管了,继续往下说 再回来,这个观寡孤独残之毒 观寡孤,这个也是缺少陪伴,缺少另一半 缺少下一代,那么这个毒呢,缺少上一代 也是一个人,那怎么缺少呢,生下来多有父母 那就有等于没有,或者说早早的离开了 古时候讲少儿无父,为之毒 其实无母也是一样的,但是父亲往往更多的 70%钱都是男人赚的,70%比较花的 所以他经济,这个温饱基础最起码 那没有,那没有就要早早的出去 求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好是不好呢,如果是男孩还好 女孩呢,他早早出去就 有个性格,漫漫模的,就当男人一样用 漫漫自己的长相啊,声音啊,什么什么都在变 像男性的不男不女,那没办法,都被逼了 所以你太早出去作业啊,因为家里苦,没办法 读很多的学,那说了好像很多学历啊 很多学了也没用 但是一方面,他是敲门转 就是你在这个圈里,他会给你一个 互相之间有一些关系 再加上,就社会他就认这个 你学了没用,其实很多都是进了公司 到了社会,重新再学 那没办法,他为了筛选,怎么筛选 也不认识你,就简单的拿学历来评判一些 当然了,那真的有能力 真的是精了,他还是有别的一些办法 一路功名的 那说的主要还不是这个 你早早的出来工作 他人的心理年龄跟生理年龄称一定的比例 很多人会忽视这个 因为你啊,年纪,青年,经历,很多事都会成熟 当然是,但是他还有一个自然先天的比例 你身体摔了,自然想的事情就不一样了 压力大了,那他也是 所以,这个读 就讲少儿无父 如果是女孩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又衍生出来一个新的话 叫三从四德 那有机会我们再说 就 未嫁从父 计嫁从父 父子从子 跟我们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你会发现 中华,中国的很多道理 它都是一个道理 方大夫去说 应在不同的方面 那有些人能听进去这方面 那就 这个角度去理解 所以 我们说 玄学 跟这个读又有什么关系 有些人会 早年经历很苦 他才能更珍惜很多东西 更在意一些细节 到底怎么导致我这个样 人在高处 每天开会大家 他脑子就空空的 总要有一些困难 不要 你看乱世的时候 人都会比较聪明 心生一计 集中生智 也是被逼出来的 你太安逸了 人就堕落了 因为你在各种的困难之下 你才会 真的知道 这才是根本 人能找回初心 会发现 那个玄学 那才是根本的根本 原来是这个样子 原来生下来命 就是有一定诡计的 你才会注意 所以 你反过来说 也是他 这不是说 学他导致你这个样子 而是你这样 反过来 面向也是一样 你先变 那个后产生 不要搞定 我先变